我是四哥我在杭州 我在这家杭州 我在杭州的萧山农村里面 准备带你们看一下杭州的农村 大概是什么情况 给你们实地拍摄一下 我身后有一户非常哇塞的人家 我们走吧 这里是杭州萧山区的农村里面 我现在位置在这个唐新县高架旁边 这是一个高架旁边的一个农村 好像还没有完全拆掉 估计是拆不了了 这边房子都非常的 打起给你们拍一下 网上都说啊 这家农村非常的富裕 非常的干净整洁 今天就给你们实地拍摄一下 这边有一片菜地 种着很多芹菜 这什么菜 我也不是很了解 好像是 不知道是什么菜 给你们拍一下整个风貌 这是一个水缸 那边有很多房子 好像还有一个小区 帽子还没有交付 这边就是农村里面的房子 非常的 样子还是不错的 一看就比较有钱 卫生也搞得很不错 还有一条百油马路 我们就往前走 我要在这个路口往右边走 成功地过来了 这条路啊 有点狭窄 只能通过一辆车 要是对面来一个车 估计就过不了了 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全都刷这个白墙了 也没有写一些宣传标语 就人家 关着门 这里停着一台武汉拍照的本田 还有个哆啦一梦 有点可爱 哇 这一户有四层 基本上这边的楼房都是四层到五层 还是比较高的 像我们那边啊 一般只有三层 这个就只有三层 看这个造型还是比较的 富丽堂皇的 哇 这个外墙颜色有点骚齐 居然是绿色的 厉害了 这户人家门口还种菜 老奶奶正在 面福还是干什么 比较的悠闲 这户人家刚结婚嘛 挂了个席子 这边是山墨之村 不确不黑 这边的确是村里面 前面就是高架桥 航行线的高架路 村口啊 还有一个停车的牌子 好了 我准备走出这个村子 视频啊 大概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 这个就是 浙江农村的 真实面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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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